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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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没事 阿姨 工作咱慢慢找 工作慢慢找倒是没问题 就是 现在还有个更仇人的事要解决 还有什么事啊 我房东今天给我打电话 说下个月起要涨租 我现在可是断了粮的孩子 我哪有钱给他涨租呀 我在想着挪窝的事 那我真的不想回家住啊 我一回家吧就得听我妈捞的 我爸弄不好还得睡沙发 我是真舍不得他 淼淼 要不你考虑一下 跟我一起住 前三一 你不老实啊我跟你说 我们才在一起多久啊 你就想把我拐回家跟你通居 不是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你恰好需要搬家 而我恰好需要你 你需要我 需要我跟你通居 你这哪门子需要 心里需要啊 我心理医生跟我说 他担心我 读居的时候 突然病发没人照顾 所以我才这么想 有问题第一时间找女朋友求助 我这是天经地义的 再说 你不是也为了搬家的事情 而发愁吗 刚好 互利共有 怎么样 考虑一下 真正单纯 我是真的单纯希望 和你住在同一屋檐下 行吗 我考虑一下 心动不如行动 要不体验几天 反正你这么盛情的话 本小姐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不过说好啊 这个事情得低调出力 千万不能让我爸我妈知道 不然我就小命难保 嗯 放心吧 我也担心我的小女 肯定 嗯 来来来 好嘞 来吧 这个要加吗 加加加加加 加 倒倒倒 哎呀 哎呀 这个就算了 加一点点 我们加的这些独家药水 是要把你昨天这些颜料啊 通通的消灭干净 知道不 嗯 这是你的小毛巾 这是爸爸的 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把那些东西要擦干净 你闯个祸你自己干啊 嗯 一人负责一个区域啊 嗯 你从那里开始 哎呦 哎呦 去把这件衣服换上 干什么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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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滚打滚 桌子底下爬过去没有 从这钻过去多好啊 哎哎对了 小心磕头磕头了 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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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把那边擦干净哎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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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地 躺下 好 来 哥哥过来 喝口水 嗯 过来 嗯 烫 不烫啊 嗯 给一点都不烫 嗯 喝一口 哎怎么回事啊 你脸怎么了 别挠别挠 我痒 坏了你 你爬到哪儿去了 过敏了啊 啊 身上呢 完蛋完蛋完蛋 快快把衣服脱下来 天气好啊 我们要到外面去走一走 老躺得也不像我事 刘老 哎 王老师来了 你要的那个大镜子 我给你找了一个 你不爱出门 是不是躺在床上 也想看看外面的风景啊 我只想看看我自己怎么死去 那我给你摆在哪儿啊 老刘啊 这房间里摆个镜子 多不好啊 还对着床头 这晚上要起床 多吓人哪 这医生啊 也背不住是误诊 我妈还有希望的 是不是王老师 她就是个志愿者 又不是大夫 人家王老师啊 接触着人多 见多世广 王老师啊 听说国外有一种干细胞 说疗效特别好 要不 我们也试一试 阿姨 面对才是最好的办法 面对 面对 回来了 累坏 累死了 给我 给我 怎么还没睡啊 够够早就睡了 我这儿等你呢 那这家收拾成这样可以吧 整齐了吧 是这意思吧 收拾得还不错 妈妈 我爬得干净吧 爬得 帮我收拾房子来着 哥哥 这 这脸怎么了 ,医生说没事 都去医院了 确实是我太大意了 让哥哥弄成这样 林大卫 我知道孩子难带 尤其是他这么大的男孩 所以更得谨慎小心 我带哥哥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长在他身上 从来就没有让他 离开过我的视线 说白了 你就是没用心 对对对 说我没用 你说现在只要能让我 将功补过你 让我干什么都行 如果哥哥这样 我看着我心里也是难受 每次都不来这一趟 你要是带孩子 能有你工作那么用心 该有多好 你这 与其是批评东带着肯定 我听出来 你放心 这个这个我一定会总结经验 你说你刚入安宁的时候 不也是干什么事 懵懵懂懂 到现在 那已经是假行救赎 独当一面了 独当一面 好一个独当一面 怎么了 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了 需要我帮忙吗 我的一个病人 是个工程师 已经到了生命的默契了 每天就闷在屋里 透过窗户 看医院外面的风景 也不怎么吃喝 他老伴都快急疯了 我现在也是有劲没出事 想不出辙了 病人一旦知道自己得了绝症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 不仅要面对病痛 对身体上的折磨 还要承受心理上的痛苦 在这一段时期 病人一直消沉 不愿意讲话 都是正常的 那我应该怎么做呀 你跟他交流得怎么样 目前他愿意开口了 可好像还是不能接受 生命这件事情 我只能是鼓励他面对 对默契病人 你未必是 一定要让他开口讲话 他那个状态 不想说话 都是正常的 那就彻底没办法了 可以用非语言的手段 帮他舒缓一下情绪 非语言 对 比方说 鼓励他练习练习书法 画个画 多听听音乐 沈云 看看动画片 给他读读诗歌呀 我想一想 太多脑筋 我相信你 我去吃饭了 妈妈 不是 你小子可以呀 不动声色 卖这么一大步 直接同居了 妹妹最近不太顺 这工作压力大 增进压力大 精神压力也很大 所以我想着我们住在一起 我可以提供更好的照顾 比如呢 比如妙妙做些不规律 经常吃不上饭 我可以随时做好饭等她 这话说的 那她直接搬回家住不好 我听说她爸基本上 已经半饮退了 在家带娃呢 那一只羊也是放 两只羊也是敢 多个林妙妙不多呀 这要是前二十年 辛苦老林粗赋了 王后余生 妙妙 又往来照顾 你帮我跟燕子说一声 挂个号 我牙头 你确定妙妙 喜欢黑色吗 这心理学我不懂啊 但我听过一个说法 女人这一生呀 会经历三个阶段 黑粉金 年轻的时候 为父心词强说仇 喜欢黑色 过了三选 就开始反哺归真了 喜欢稚嫩童真的粉色 年纪再大一点 就到了咱父母那个岁数 务实 财迷 由心出发 沉迷金色 我怎么觉得妙妙 还处在第一阶段呢 浩子 这是歪门邪说 没有科学根据的 你不会毛巾也要搞粉的吧 毛巾颜色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俩用一样的 我想给她不一样的 家的归处感 案情真是让男人失去理智 这儿 不用比了 就塌了 就塌了 这颜色跟你家那儿也搭 买单吧 就塌了 我没看床单 我在看床 不是 你家不有张大床吗 这也要重新买啊 床越大 男人世界越小 地方越小但越亲密 你 你不会懂的 前三一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老实人 你的赞美 我接受了 谢谢 反正我不管啊 我可不帮你办 你自己上京东局家买去 我不管 不好意思先生 这里不让座 你的床都是越换越大 你你的床越换越喜欢 你一定是个单身 阿姨 王老师来了 刘老 又看窗外呢 你看看这个窗框 像不像一幅画框 你看外面的风景 像不像一幅画呀 你是工程师 我猜你一定有绘画的功底 给你带了画笔和颜料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画上自己 这些水彩颜料和画笔 这些水彩颜料和画笔 我都是从家里拿来的 这个本子 有几页是我儿子画过的 小孩子就喜欢乱图 好 但是他们有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想象 有时候看看还蛮有趣的 老刘 看一看画得挺好的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先用着 等你这本画满了 我再给你拿一本全新的过来 阿姨我就放这儿了啊 谢谢王老师 不客气 我就是一个志愿者 来 王老师辛苦您了啊 不客气阿姨 好 真像是做梦一样 我居然住进你家了 做梦的人 应该是我 我说的是真心话 你想一下 我从我的出租房 搬到你们家里来 那就相当于是 住酒店的时候 从经纪房直接升级到总统套房 你喜欢就好 你这照片哪儿来的 这有的我都没有 只要用心了 就能找到 不恶死 我跟你说啊 这个你根本就没有必要把它带过来 有你在 我还用得到它吗 好残忍啊 我喜欢 你好变态呀你 简单一 看到没有 这就是你偷懒的证据 我当时说了要帮你 是你不让的 闭嘴 我说了你听着就行 怎么样 喜欢吗 当然喜欢 我喜欢个头 咋了 你过来 过来 怎么了 你自己看 你看看我这脸圆成什么样的 胖成什么样的 你怎么不帮我劈一下呀 你这放很久的好不好 你能不能用点心呀 不胖啊 脸型挺好的 我的脸型是非常好 可是在你身边一对比 你看我这脸圆得像雪饼 你这瘦得跟仙辈似的 要不这样吧 我呢把自己劈掉 行了吧 你劈什么劈呀你 气死我算了 我 来 拿着 举起来 搂着我 手机举高 举高 再举高 对 有点过的吧 脸看镜头 往前 再往前 对 就是这样 看到没有 这么一对比之下 就非常协调了 还想把自己劈掉 我都不想跟我同框 怎么会 我想跟你生同框 死同雪 行了 那改明晚让我爸 给我们俩看个 风水好点的目的呗 也不会说话就少说点 不是 我这是 这闻 我 前三一 怎么了 你过来 怎么了 你们理工男 是不是对女生 有什么误解呀 这一水的粉色是几个意思呀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住进佩琪他们家了呢 这样吧 以后呢 我们各自干各自擅长的 家具用品什么的就归我管 行吗 行 归你管 我都归你管 你归我管是吧 那你再解释一下 这床是几个意思 以前那床不是挺大的吗 你怎么换成小的了呀 你生怕我掉不下来是吧 那你小看我实力了 你就是给我一个操场 我也能给你管个别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以后是我住这个窝 你老跟我提你的意思 是几个意思呀 是这个意思啊 是这个意思啊 要不 你住Wiki以前住那屋 你姐住过了我怎么住 那 以前那个床 我已经卖了 要不再买个新的 我算了 你知道是不是管吃管住啊 嗯 那吃啥呀 真是赏心悦目 请问你有什么事不会做的吗 潜在意先生 我是最近才学会的 我发现做饭很有意思 可以展开想象力 丰富感受 会取得成就感 那你有没有什么 可以吩咐小女子的呀 我也想有一点成就感 你呀 什么都不需要做 叫乖乖坐着 等着吃饭去 真带了要离别的时候 你也舍不得吧 这个店的每一处 都有我付出的心血 当然 也有你的 可惜了 咱们跟这家店的缘分 也就到今夜了 你要记着啊 多年以后 你为我撰写个人传记的时候 一定要点滴不漏地描述一下 你的老板 我 好 江天昊 是如何把这里 从倒闭转让无人问津 变成了江州首屈一指的剧本杀定 江天昊 又是多么明智地 在最高点出了手 不仅凭了债 还狠狠地割了一笔 潇洒地跳出了赔钱买卖的怪圈 命运被她用双手 装个啥呀 之前剧本展商买的第一批合装本 装这些干吗呀 下个买卖咱又用不上了 带我去珍藏 看着她们我就会想到这儿美好的时光 工作人员 一半 疑非常高晓野 终于 trabalhar 我们终于 outfits 终于见自己 和军看杀念 走吧 老板 既然你的已经扭回回营了 能不能把欠我的工资发我 你那回忆录里 要是出现欠薪的桥段 不太好吧 怎么样啊 前郎 看细节 看细节 热钩 对啊 不 这个画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是 我发到网上的嘛 他给拼出来了 还有啊 给你看给你看 这些都是他布置的 还有照片 还有一幅图 看 我 这全是乐高吗 对啊 还有一个 看到没有 这个家伙不敢做到时候敢拼 但是呢 这不是重点 重点 重点啊 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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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色粉色粉色 还有粉色的我 天哪 这死亡八笔粉 是不是男生都以为女生喜欢粉色 对啊 而且还有一个误会 就是 是不是有一种男生 他们以为 自己练了一身大肌肉块 就会让女生喜欢 不是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男生适度练肌肉 会吸引异性 然后过度练肌肉就会吸引同性了 那个粉色肌肉呢 哈哈哈 哈哈哈 还真是 哎呀 都没有时间理人家 看来是不错哦 滚 嗯 他把主卧让给你 有没有提出来什么别的要求 没有 真没有 看不出来前才艺还是个正人君子 哎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现在这个视频画面里 应该出现的就不止你一个人 要这么说的话吧 我确实对他敬佩了几分 嗯 行吧 那你早点休息 你倒好气我也想倒好气 我先睡了 好吧 你睡吧 晚安 晚安 爱你 拜拜 是啊 他咋没提查要求呢 他是不是提过了 床 说得阔气一点呢 就是我的保姆 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 都这样称呼她 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 王老师 阿姨 怎么样啊 刘老动笔了吗 就像跟你说这事呢 又让你白忙活了 没关系的 他要是不想画的话 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其实啊 你这个点子啊 真是提到他的心坎上了 以前在家的时候啊 就喜欢写写画画的 现在啊 也没有兴趣了 他这个人啊 一辈子就这个脾气 酱 看来啊 都是病闹的 他不是针对你啊 他也跟别人 较了一辈子的劲 你别放在心上 阿姨我也爱较劲 刘老 画得怎么样啊 我看看 这一笔都没动过呀 你要是怕画的 还没有我们家孩子 那几笔有趣 那咱们就算了 这颗本我就收回去了 我就跟你说实话吧 你这孩子呢 没有绘画的天赋 不要再耽误功夫了 这么直接啊 好吧刘老 那我就听您的 我就不把我儿子 往这方面培养了 但是你说我儿子没天赋 这个我不服 您是建筑工程师 您画的画特别棒 我们这篇上上下下 全都听说过 但是我们只是听说过 没见过呀 我儿子画的画 虽然水平一般 但画在这摆着呢 你这是什么都没有 那真要比起来 这结果谁又知道呢 王老师 周老师 让您过去一下 好的 那我先过去了 好好好 刘老师我先走了啊 好 醒了 早啊 还早 都吓我了 饿了吧 我给你热饭去 不用 我没胃口 对食物都吃取兴趣了 你是遇到了人生的重要难题吗 我现在每天吃了睡 睡了吃了 我感觉自己都快呆成废人了 我发出的那些简历吧 前几天还有人回复 现在 一点音信都没有 你说 我是不是被这个职场 给抛弃了 找工作的事 真的急不来 现在也不是求职的黄金时候 所以啊 你安心在家休养生息 做一个快乐的咸鱼 不好吗 说真的 我以前吧 总是觉得 啥也不干地待在家里 当一条咸鱼 是最幸福的事情 可是我现在才发现 当咸鱼 不见得比摸鱼快了 我就见命一条 根本掀不住 你说 如果啊 我真的找不到工作了 那不如我转换一个思路 我创业怎么样 创业 创业可是九死一生 你看眼耗在 他 你就不能 举一点积极的榜样吗 而且我创业的话 我只投人 我不投钱呀 我自己干的话 也不会亏本 那你想过没有 这亏损的 是时间成本 你怎么就知道打击我呢 行 不打击你 我们就事论事 做一个前景分析 你创业得做项目吧 你想做什么 就还是老本行呗 我做自媒体 自己一个人搞媒体 行 那继续细化 你做自媒体 就得配合什么内容 反正这些体验 你是做不了了 还有什么新选题吗 我拍探店视频怎么样 帮助广大网友 发现宝藏店铺 顺便还能吃吃喝喝 各位老铁们 这个三百块钱的麻辣烫 究竟是什么味道呢 江州老街就有这么一家店 让林妙妙带你品尝一下吧 探店视频已经泛滥了 太俗 很难脱颖而出 很难脱颖而出 况且我总觉得你在假公集私 为了吃而吃 你不要揭穿我好不好 那要不然 我拍影视视频解说怎么样 这个女人叫翠花 她刚刚失了夜 正急着找工作 可是她不知道的是 她已经被佛波勒跟踪了 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中 视频解说的素材 汪汪设计版权的问题 后续会很麻烦的 一不小心就踩坑里了 那这样呗 我就做那个美妆博主 这总行了吧 哈喽 各位姐妹们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 散粉 超级好用 你看 她的粉质 是不是特别细腻 而且她上妆以后 一点都不油哦 有没有 她的持光效果超级赞 一定要拥有它 你眼线的话不问 确定做美妆吗 你看我就说吧 把所有能走的路 别人都走完了 我一头撞死我算了 淼淼 这种事情根本就急不来 你要相信你的实力 说不是很快 就有好消息了呢 好吃吗 有点辣 压膏帮你系好了 淼淼 淼淼 你成天抱着个手机 来 快刷牙了 我没吃完 你快 你快吃什么呢 马上就要睡觉了 你别吃了 来 你不抱手机能干吗 我抱你啊 我现在是使宠了呗 说话都不好使了 你这话或说或少 有点说 MS MS MS要采访我 MS 怎么样 嗯 这个我也不太懂 这个啊 叫公笔画 他用的是 行云流水描迹法 我家老刘啊 最爱公笔画了 前几天啊 你送的本和笔 他都不合手 让我回家 把他的家务事啊 都拿来了 福啊 福气福气 公笔画真是见公笔啊 见识了呀 这两幅画 比较一下 你喜欢哪张 这两幅 我喜欢这一幅 那我就放心了 像你这儿成都吧 你就喜欢这种画 降气 我降气 那您的这个是贵气 您不喜欢就送给我吧 这不能给你 刘老 我能不能拍张照片 回家给我们家老林看一看 来 拍啊 谢谢 你不拍我啊 我拍你 一二三 王老师啊 谢谢你了 我们老刘啊 好久都没有这样的状态了 就那个油画 是我闺女画的 你闺女也是画油画的 她画得真好呀 老刘的艺术家经验遗传给下一代了 真羡慕你们 我人家那口子也喜欢画画 好 我那两个孩子 都是乱图乱画成不了家 你闺女是不是很忙啊 怎么没见她来过呀 她在国外留学就留下了 现在这种情况她也回不来 对 我们家的事呢怎么说呢 那规矩啊 学画画啊 那谁了她爹 这脾气啊 也一模一样 这两个人呢 原来在家的时候啊 老刘啊 想让闺女学国画 这闺女有自己的主见 就非要学西方的油画 就为了这事啊 这两条降驴呀 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理谁 就较了劲儿十几年 闺女上飞机求学的时候 这两个人呢 还没和好呢 那现在呢 现在啊 一年到头也说不上两句话 老刘都这样了 她还不让告诉闺女呢 好 好 你好 我 林老师你好 我是助理安琪 你好 你叫我妙妙就行 支持我男朋友 你好 这样我先带你去化妆见化妆好吗 那个 采访的内容 能先透露一下吗 我是第一次接受采访 我怕我说错话 给我们双方都造成麻烦吗 您不用担心 一会儿您化妆的时候 我会跟你对一下流程 到时候会确认我们采访的具体内容 不会超纲的 我们的主持人海文非常有经验 不会让你有压力的 行 那我就放心了 那这边请 哎 淼淼 我去给你买杯咖啡 你别折腾了 没事 我很快回来 你男友真体贴 谢谢 淼淼 我给你对一下流程吧 好 我们的录制呢 会在下午四点正式开始 到时候海文会问你一些问题 问题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啊 我给你对一下 是什么样的初衷 让你把这件事曝光在网络上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对你的生活有哪些改变 以及你身边的朋友 是如何评价你这次的行为的 还有就是你通过这件事 有什么样的感慨 或者说你希望今后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问题大概就是这些 这个能给我看看 可以 那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呢 好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始 林淼淼你好 你最近在网上可红了 那现在的生活 应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吧 是的 但也不是 怎么说 变化的地方是 我成了行业里的过街老鼠 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但不变的地方是 不管发生什么吧 我都不会被改变的 其实我觉得妙妙已经很勇敢了 做了其他人不敢做的事 其实做媒体 最重要的就是要真实的发声 真实的传递 如果为了所谓的流量 而去曲解一些事实的话 那我觉得跟柜子手 没有什么区别了 所以我只是做了一个媒体人 应该做的 嗯 在大环境下还能保持清醒 十足可贵 只是妙妙 你有没有觉得 制造噱头引发关注 如果是正向的噱头 还是可以的呢 我觉得不行 难道我们做媒体的 不就是应该把 最真实的一面 呈现给观众吗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 给你我百轰千回的喜乐和忧愁 给你我微不足到所有的所有 我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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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